失智、失能。 这样做培养生活自立能力,延缓退化。 各岸小档案。 各岸,香肠阿公。 年。零、76。岁。 初期状态,入住机构七年,患有失智症且有情感性疾患,一轮椅带步,大小便接在尿部上。 照顾关键,如厕训练,作战训练。 早年摆盘烤香肠维生,七双眼失明,收养一子一女但未往来,平日多由妹妹关心探视。 原在家申请居家服务、送餐、陪同就医、购物等,两次意外跌倒后由县府转介安制导机构。 问题需求。 问题需求。 。 在乳住初期,养护中心的人员评估后发现,香肠阿公的问题如下。 下肢肌耐力不足。 下肢肌耐力不足。 。 许他人搀扶才能站起,且无法站立很久。 。 下肢无力,无法步行至厕所。 。 社会心理需求。 。 个性好管监视,好批评且自大,会反复投诉其他长辈,不随其意便开始吵闹。 。 常生活功能性,大小便时劲,沐浴,不足。 。 重度,柱,依赖照扶元协助于床上更换尿部。 。 重度依赖照扶元协助全身沐浴。 。 温泰照扶元协助全身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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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中度依赖,ADL-65 分以上 重度依赖,ADL35-60分 即重度依赖,ADL30分以下 导入目标 对香肠阿公的现况 机构跨专业人员订定了以下几项目标 短期,提升饮水量,下肢激励及增加纤维质摄取量 中期,联邪牧师心力辅导及关怀,持续强化下肢激耐力 长期,促进功能性,如测,沐浴,步行,活动能力 复健策略 复健策略 饮水 饮水 每日饮水2000毫升 并在上午喝完1000毫升 饮食 增加水果,如凤梨,香蕉等,的食用量,以及补充膳食纤维 步行,作战训练,住,每日时 四,使用四脚住行器行走50公尺 如测,起床后先坐马桶,每二小时再提醒,提高上厕所的意识 沐浴,使用长柄刷自行沐浴 一味,每日三餐,自行从轮椅移位置木头以上用餐 住,作战运动为日本医疗法人罗寿九会前木医院会长三号正堂复健科医师所创立 正常速度为12 秒完成起力做下一次,也就是数数123456 起力,然后再123456 做下为一次 执行成效 经过八个月的持续训练,香肠阿公获得了良好的成效 包括 独立完成一味 独立使用四角注航器于平地行走 独立如厕,且白天完全移除尿部 使用长柄刷完成沐浴,并自行穿脱衣服 使用长柄刷完成沐浴,并自行穿脱衣服 基本日常生活活动功能,Activity of daily living,以满分为100 分支设计 内涵 中重要的评估,包括进食,一味,个人卫生,如厕,洗澡,平地行走,上下楼梯,穿脱衣物,大便控制及小便控制等 若是有任一项,或多项,无法自行完成,就会被认定为失能 本文出自原水文化,图解,生活自立之源照顾指南一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